有这样种玉米的吗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种玉米的 白下我的心血的种子了 我们勤快去种的玉米 上去吃玉米 男哥 干啥呢 我来看看我们柴物种的玉米 来吐槽吐槽 这玉米怎么长成这样 长得是自己培育的吗 是啊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玉米 所以说n多年前 我就已经在自己杂交玉米 确切来说我在上初中的时候 就已经在自己做玉米种子 做到现在也没做出来 它怎么能叫没做出来的 没做出来这玉米哪来的 只是它长得不好看罢了 但吃的还是比较好吃的 我自己种的长这么大 进度怎么样 进度基本上长了 像我这个都已经 这都已经制胶很多代了 这个种子都已经存了 就是你看它相对来说 这一条你看 你会发现从那到这 它都是长的一样 就说明它都是一个种 它里面没有多少杂的了 我现在已经做好了 做好了只是说给我们的同事 让他们来种一种 品尝一下它是否好吃 这里面我记得应该是 一共是六种 很显然这几个是一种 中间它这个是紫色的是一种 那边中间又是一种 然后后面再继续一种 只不过是种子给它的 它选择的这块地 它好过分的 这块地原本都是我们种花儿地 这又呱唧都压得帮帮硬 而且这块的土又不好 它连土都没有翻 也没给过肥料 就是刨个坑就种进去了 我看这恐怖的 那一戳戳里面有五六颗玉米 一般的都是两颗 所以说它这个过于敷衍的种 这一看就是没种过地的人 所以说种的不好 但是不影响玉米的品质 能长出来吗 能吗 是不是 我种的一个玉米磅20公分 它的一个玉米磅估计就10公分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跟这有啥关系 它的一个叶子宽度才10厘米 人家宽的一个叶子15厘米 它的一个叶子长60公分 长的叶子一个1米长 你觉得它制造养分能一样吗 想多了 除了月季玉米 还尝试过种手 好多了呀 你看朱顶红我们也在做杂交 是吧 铁蟹脸也在做杂交 还有鸢尾也在做杂交 甚至看一颗草花 我们也去做杂交 玉米是每年都做 前几年一直在 我们办公室那个美食袋里种 因为那样我比较容易 早上来 因为它这个玉米 它这个花粉 一大早上它就散了 还有它这个池蕊 一钻出来了 风一吹 它就会落伤 就会污染掉 所以说一定是一大早 我上班来的时候 在它太阳起来之前 现在还带着给它靠起来 这样授粉 然后因为这个 你只有给它煮出来 你才知道什么味道 是吗 你外观又看不出来 所以到时候 比较悲衰的时候 就是我为了要留种子 我会把这个玉米棒 从中间剪掉 把这个尖尖拿去煮了 然后不好吃 下面那一段留下来 最后来收种子 是这么玩的 像我现在已经收集到 500多分材料 然后这500多分材料 要去相互组合 组合最后来选择一个 既要保证它有一定的抗兵性 又要保证它的产量 还要保证它的品质 然后这样做草本植物 所以叫大田作物的育种 那个是相当代价相当大 要比我们月季的代价还要大 只不过我们这个是为了吃 我们不考虑那么多 也没考虑过说将来去换钱 以后有机会知道吗 虽然说这个是自娱自乐 但也不排除这次我们天狼玉米的元年 是不是 万一火了呢 万一大家都喜欢吃呢 是吧 明年我们那边今年新拿的地方 我会种一大片当时给大家吃 反正我们到食堂煮嘛 大家来看一看 其实像我们的玉米里面 有很多种基因类型 叫我们常熟的黄金小玉米 皮特别薄 一煮就爆开了 那个基因倒在里面 然后还有我们市场卖的这种主流的这种玉米 就是皮毛比较漂亮的 花色的 当然还有紫色的 黑色的 统统都倒进来 反正弄着玩嘛